國防部長馮氏寬 向行政院長林全一鞠躬 似乎是在表達 不好意思 添麻煩了 馮氏寬知道 誤射飛彈 硬變 慌腔走板 你看你愛死我了 你告訴你 所以我講這是上帝保佑 我們損失到最少 已經晚了30小時才露面 接近受害者家屬 還遲到20分鐘 明明是軍紀淪喪 導致飛彈誤射 馮氏寬這回不談技工 反倒瞎扯上帝保佑 這個國家的飛彈 竟然是打到自己的漁民 非常非常令人痛心 痛心疾首 我們不是故意的 而且這事情 再三強調家屬的沉痛 感同身受 身影30小時 馮氏寬到底去了哪裡 7月1號上午9點 由軍文社所拍的這張照片 時間正好在飛彈誤射後一小時 只見當時在博愛營區的馮氏寬 帶著災烂笑臉 接見國軍之友 上任一個月 出包不斷 這次熊三勿赦 最新民調高達74.6% 民眾同意國防部羅斯松了 立委痛批要馮氏寬下台負責 2300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比你蔡英文總統 要剛剛任命的 馮氏寬部長下台 還要重要許多 我想部長這邊 當然還有很多 可以再繼續去改進的空間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部長能夠盡快上軌道 鷹派立委不敢重批 因為傳出蔡英文總統力挺馮氏寬 認為不是個別士兵問題 定調是長期管理落實不夠 只是馮氏寬應變能力不足 只怕再出包爭議繼續向上燒 記得站在中主委姿台北報導